大家好,今天用一个很咸香的豆豉鲫鱼蒸排骨 将豆豉鲫鱼就这样加在排骨一起蒸 非常之简单,夜味,好送饭 我就是用这种罐头的豆豉鲫鱼 里面有两条 有些油浸着豆豉,所以豆豉就不用另外准备了 我准备了一些辣椒,希望汁有点辣味 还有一片姜,姜将它切丝 还有两反蒜头,蒜头剁成蒜蓉 这里我已经准备了一磅已经用粟粉清洗过的排骨 去了血水的啦,排骨会浓滑一些啦 如果不知道如何清洗,右上角有连接 接着就将排骨吸干多余的水分 加一些蠔油 生抽,适量胡椒粉,和粟粉 接着加一些姜丝,辣椒,和蒜蓉 搅拌均匀,和蒜蓉,和蒜蓉 这样搅拌均匀之后,搅拌均匀在旁边先 然后捞起豆豉出来 还有些油剩下的,我加一半下去 加多少就随你喜欢,再有多的就用来炒菜 现在将豆豉和排骨拌均匀 那些鳞鱼就不要扎着排骨来蒸啊,怕排骨熟不透 将排骨放两边,鳞鱼放碟底 这里煮了些滚水蒸排骨 然后用中大火蒸20分钟 蒸了20分钟就可以关火了 不要开盖烤15分钟 不要开盖烤15分钟 豆豉鲫鱼蒸排骨,我也是第一次这样蒸 那你们喜不喜欢吃豆豉鲫鱼?又喜不喜欢吃排骨呢? 喜欢?那一定要尝尝啦,咸咸香香好夜味 送饭送粥都一流的 好了,喜欢我今天这个食谱 请帮忙分享,在下一集我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